所以剛剛我們其實是用康語符 然後建一個黑名單的範圍 去找這個A2的資料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的話是1不存在是0 然後再利用什麼利用排序 或者是篩選 不過比起來的話感覺這一個部分 好像用篩選會比較OK 因為篩選實際上就是 會幫你直接把那個 0的部分隱藏起來 把1的部分留下來 所以你會發現看到的就是你要的資料 所以特別篩選其實是有點像 你要的資料顯示出來 你不要的資料就被隱藏起來 大概意思是這樣子 那排序的話是全部都會排 所以變成說 如果你排完之後 假設說你要希望讓他 排回原來的順序那就會有問題了 比如說原來 可能 除非說他本來就是按照什麼英文字母排列 OK 可是如果不是的話那你可能就要再 想辦法再把它重新排回 所以以這題來看 篩選可能會比用排序 來的稍微好一點 OK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游標放這邊 Ctrl Shift向下 把這個範圍選完 複製 之後再貼到哪裡 查詢結果 那就會是我們要的 那如果說接下來 我希望做什麼呢 這邊有 假設了 我們兩個按鈕就好 一個按鈕是按下他 他可以幫我把 剛剛的動作 全部做過一遍 自動查完然後自動放過來 另外一個按鈕就清除他好了 我要兩個按鈕的話 當然呢這個地方其實是有點難度 為什麼因為其實 這個複雜度有點高了 當然其實可不可以寫成VBA 是可以 只是說也許你們現在功力還不夠了 那怎麼辦如果你還不會沒關係 我講過你至少要會什麼了 就是錄製聚集吧 所以待會的話如果我希望 增加兩個按鈕 我先把那個 這個開發人員先打勾好了 OK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邊留下兩個一個按鈕是什麼 按下他就幫你把黑名單帶過來 一個按鈕就把它清掉 那要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用乾脆 如果寫VBA太困難 那我們用錄製聚集的 所以錄製聚集特別重要 所以待會我希望呢 請各位怎麼樣 幫我用錄製聚集 產生兩個按鈕 那兩個按鈕的話呢 基本上 就是放在查詢結果這邊 那可是問題呢 要怎麼樣錄製聚集 才會是得到剛剛我要的結果 OK那做法我大概先 最好錄製聚集之前先彩排一下 否則的話呢 會比較容易出錯 那我們彩排前的話記得 把這些先刪掉 因為我是要把它查過來 所以怎麼彩排記得 郵標要先停在 這個查詢結果的工作表裡面 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開始什麼 開始做 彩排的話 第一個步驟 步驟很重要 每一個每個步驟 動作都不能多 多的話很容易就做錯 所以 郵標放在 這個這個 1點一下查詢名單 OK這個是第一個步驟 2的話呢 再把 郵標放在那個 B2儲存格的地方 OK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把公式輸入 輸入的話很簡單 不用重新輸入 所以你 原來有公式 不用特別把它刪掉 因為主要我們錄製 錄製是本來有 不影響 只是把它錄到 城市裡面就對了 優標放上面 打個勾 OK 然後呢 再來往下填滿 反正就把你剛剛做動作 全部做過一遍 填滿完之後再做什麼呢 再把優標放在 B1 所以特別注意 切過來 第一次先放 這個 B2 是 做什麼 做那個 輸入 Count if公式 再來 放B1是做什麼 因為要做篩選 所以再來就篩選 然後呢 把那個我們要的東西 留下 1 所以留下 1 按確定 然後再把郵標 放在 A2 Ctrl Shift 向下 然後把這邊 Ctrl C 我是建議這個一定要用那個快速鍵因為如果你按右鍵 錄下來結果好像有時候會有點狀況 好那Ctrl C之後的話再把它 再切到這個查詢結果的A1所以 游標 不要原來就放A1你要點 點下去 這樣他才會放到A1 如果他本來就在A1的話 那怕說這個動作沒有錄進去 將來他會 等於將來你的那個資料會亂跑會跑到別的地方去變你游標放的位置他就放 把它貼上Ctrl V貼上 這樣就完了 清除的話就是什麼 游標放這邊 Ctrl Shift向下按Delete 這樣就清除了 所以兩個按鈕我們大概先彩排過接下來就實際上來錄製了 那錄製的步驟我們 直接來過 1 開發人員 錄製聚集 所以這個時候按下錄製聚集 動作就不能NG了 NG的話可能要重來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是名稱叫黑名單三選好了 OK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那個 步驟先寫下來 Step1 Step2 34 這樣來做就比較不會NG 按確定 好 1有不要放這邊 就是 先點一下查詢名單 1 點查詢名單 2 點一下那個嗎 那個什麼 B2儲存格 不過這邊可能因為要捲動 所以等一下可能會錄到這些不應該 等一下可以把它刪掉 那游標放哪裡呢 放 B2儲存格 然後再把它打個勾 然後快點兩下 不過其實建議 最好是剛剛什麼 剛剛那個篩選先把它取消 有點NG算了 充滿好了 這邊先最好是把它取消掉 或者 這樣來 我再做一次好了 所以剛剛NG了嘛 所以把它停掉 NG沒關係 你就把它 再來一次 OK 所以這邊的話 假設錯了 黑名單 篩選 好 你如果按確定因為剛剛這個名稱存在 所以他會說要不要取代 是 1儲標點這邊 2再把儲標放在這邊打個勾 向下填滿 然後 點兩下 然後再來把儲標放在 B1 本來 B2 B1 OK 然後呢 再來呢 用資料的篩選 留下E的部分 所以點這邊箭頭 然後把E的部分留下來 打個勾 要把這個E的部分的資料 摳到這邊來 所以儲標再放在A2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記得Ctrl Shift向下 然後再切到查詢結果的A1 所以儲標再放A1 這個一定要點 然後再把它Ctrl V貼上 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 你就把它開發人員 把它結束掉 OK 再來錄什麼 錄清除這一部分 所以再來的話就是 這邊有個清除 錄字 清除比較簡單 清除 清除的話呢 然後就是確定 E儲標放這邊 Ctrl Shift向下 Delete 好然後再一樣就停止了 錄完之後的話呢 再把這兩個按鈕有沒有 直接呢指定一下 這個叫黑名單篩選 然後所以我就把這個名稱給改一下 這個名稱叫黑名單篩選 這個叫清除 不過我是建議你們可以先試試看 確定之後再把按鈕 把它做上去 好那這樣的話我們完成試一下 按下這個 看能不能自動把那個剛剛的資 有了有沒有 清楚 這樣就很方便了 所以以後 如果假如 你要做 資料的查 假設有新的 黑名單出來了 查詢 名單出來 那你就直接把名單更新了 你就直接按一下 他就自動怎麼樣 再把那個黑名單 幫我帶過來 然後再清掉 這樣就OK 所以步驟 大概就這樣 如果你實在有一些細節漏掉的話 我又把那個 就是 程式這邊有啦 就是 1234 這邊其實最好是將來 如果你把程式錄完之後 也可以把這個什麼 註解加在上面 OK 然後 程式寫完之後 其實他就放在哪裡 VBA裡面的這個模組 打開其實就在這裡啦 其實就是 這一些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來 所以主要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錄製聚集 產生兩個按鈕 那一個是 就把黑名單篩選過來 一個是清除 進行 就算了 沒 多乏 所以 谢谢观看